编了112.6亿 就是近乎113亿台币的运算 所以要运出去 那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觉得说这110多一多 好多好贵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大家晓得我们现在有多少蓝料棒吗 我们现在 我在刚开始和在发生的 辅导在发生的时候 我去常台湾的指教 台湾那时候才只有一万五千数 就是用过蓝料棒 那用过蓝料棒 他刚燃烧完的时候 是他燃烧前的一亿被毒 要百万年才会无毒化 他是非常非常剧毒的东西 那他那个就是 他现在台湾已经有多少呢 在去年的年底 台湾已经超过一万七千数 就突然他一下就已经到了一万七千数了 那他现在只是要收一千数 就需要一百多亿 你先看看一万七千数 他一下子又是两千亿的一个生意 那你看很可怕 他又开了一个新的提款机 那名 一千两百数 他现在销售一千 对一数差不多是一千万台币近乎啦 那一千七百数 那你知道 那个问题是说 那我完全是一个不需要的东西 根本是一个很荒谬 因为日本也有送蓝料棒到法国去处理 可是问题日本是有高速衍生炉 或是他有可以烧那个叫Mox原料 就是那个布油粉和蓝料 就拿去再处理 台湾说很美妙 他说那个用蓝料棒可以拿去再处理 可以去放二十年 谁让你放二十年 你全部都要拿回来的 而且就是他说可以去减量 可以把他那个肤色要减量 那也是完全是一个骗人的 你连处理过程中 发生的任何一个污染的东西 全部都要如素搬回来的 每一样东西都要搬回来 他处理给你用了什么药 连那个药都要搬回来 而且我们拿去再处理干什么 我们根本也没有可以烧那个炉 就是那个孟死蓝料的那种炉 他完全是一个跨海踏骗局 而且你怎么运那些东西出去 日本为了要把那些蓝料棒运出去运进去 他们有时候他不敢走过海盗 叫做马六角海啸 还要绕整个大半个地球 多绕半个地球 他也绕你知道吗 那日本是海参 他有海上滋味 他有很多的力量 他可以去防卫那个东西 台湾有吗 台湾为那个东西 你还要出动多少力量 去把这些东西装均匀装出 更不要说台电的能力 有办法让这些剧毒的蓝料棒 在高速公路上跑来跑去 不会出事吗 所以这根本是一个很荒谬 很荒谬的一个骗局 就是说台湾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没有必要 而且这个就是说 把蓝料棒送去再处理 除非就是说 他想要那些分解出来的东西 去做核武 或是分解出来再处理的蓝料棒 拿到Lox 可以燃烧Lox的反应炉里面去烧以外 完全没有意义 台湾花那么大的钱 给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 这家公司 他已经负债了四五十六亿美元 虽实会倒闭的 那台湾去跟他签了一个月去救济他们 那我想这中间 当然背后是有很多属不清 我们台湾跟法国的那个 就是已经被查出跟另外一家公司 已经被查出是有一些 背后有一些问题 那现在就是 我们的连任署正在查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说 跟法国这条路本身也非常可疑 而且这个公司他也完全没能力 这阿尔法这家公司他不只是会倒闭 要是他有技术力也好 那第一个台庭不需要 而且他没有技术能力 你知道福岛核灾发生之后 阿尔法的一个女总才很生气的跑到日本 说我要救你们 那日本就给了他们很多钱 后来发现他们什么技术都没有 他们做的那个就是滤水过滤器 现在全部都不能用 现在日本福岛核灾 他要把那个就是去去灌进去的水 要把它滤了 然后把比较剧毒的三四百公吨 要留起来放在那个水槽里面 那另外的六七百公吨 他说是比较污染比较低要排出去 那那个滤的气都是 现在都是日本制的 阿尔法的全部都不能用 所以就说他去跟这样一个公司去订约 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台电凭什么去绑一个国际 他计约来就是来透支台湾的那个 的钱几千亿 未来是几天 他还没说一百一十亿 是要处理到什么样的阶段 那所以整个是一个非常荒谬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真的是不能再等 台电就是为了要圆他的谎 然后继续就是要搞这个研绎 所以他又搞出一个更荒谬的 就是蓝药棒研绎 或是蓝药棒送到法国去处理 这样子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就说一定要全力去阻止 不能让台电就是 或是台湾游戈的人 我想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台电单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共犯结构 我觉得非常可怕 因为就算你看 那个马总统一天到晚在背 中华研究院的那个良启元 或是台中院的无在意给他一些错误的数字 比如说日本因为就是因为停转核电 所以经济陷入史上最低潮等等 这些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大家去误格 是要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你那些数字也 每一个数字都是假的 而且就说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大举 提倡核电其实是错的 所有的核电大国 连法国也都从75%要把它减到50% 那英国到2016年 他只剩下要新建的两个新的乳以外 他其他乳都要停转 所以那个美国更不用说 他在几年内半数以上的 那个核电厂都会关门 而且现在在开标都没有人要去标 都留标 所以就说要转手 没有人要接手的东西 而且也就是说就算是我们的核电厂 没有发生事情 我们每天都还在新烧出20颗 那个网导原子弹分量无色物质出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一个 那个就是一个反应鲁 一天是烧3颗到4颗 会烧出这么多的网导原子弹 无色物质出来 那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就是已经烧了 就是已经烧了三四十年 一天不会了 一天就新烧出20颗 网导原子弹分量无色物质出来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烧出了二十几万颗 网导原子弹分量无色物质出来 那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 它就是剧毒的那些用过的燃钓棒 一万七千素 这些已经要交给子孙 所以所有的问题 一定要先赶快先把核电停转 然后再撒 不能再继续烧 而且最主要是台湾就不需要 刚才已经说过 它只有一层 我们只占一层 我所以不甘愿 就是要是我们是跟法国一样是占七层 我就认命了 我就不会回来返河了 我就觉得算了 那就是台湾人的命 你就是占七层 那不是我们只占一层 而且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每天替气调感的过日子 而且事实上真的三个核电厂 现在都是那那的核电厂 所以说早就应该要停了 不能等到 就是说我想很多人都有 各处都有提出 都叫非核家园 不管是2025年 你想还有10年 他随时可能会出事 或是2050年 那干人更不用说了 那根本不是非核 是一个永核的政策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不能被这些 就是这些表面的一些说法 就是所辅助 但我觉得应该要珍惜 台湾的运气真的是用完了 那比起就是说 那个不能用 不该用 不能建 不需要建的核事来说 其实最危险的 当前最大的危机 是那个三个老朽核电厂 那我觉得确实就是 今天就应该要停下来 台湾的运气真的是用完 不能那就是台电 或是台湾的有核帮 用核电把台湾毁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它一旦发生核灾 所有人不会叫 这个是西北核灾 不会说这个是恒春核灾 不会说这是屏东核灾 他就会说这是台湾核灾 那因为台湾核灾的话 就算是你有钱 你有办法逃到美国 逃到加拿大去 你也不敢说你是台湾人 就是说 因为你说台湾人 你就找不到工作 你的子女就没办法结婚 就像现在的辅导人一样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辅导悲剧 不要再重演 而且辅导悲剧是现在很在上演中 很多人觉得就是过了四年 为什么日文到现在 不管怎么样的选举 都到什么 他至少有七成 就是五成以上票 是投给那个主张废核的人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台湾跟日本 都是小政党制度 所以那些人 那人写的选票 就是说你投给废核票 没有办法在选举结果 反映出来 还有就是说 日本就是说 他们还是有一些核 就是还有一些想成为 准核武国家的一个 也心还想 还有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核电 他们有核电厂家 可是台湾全部是进口的啊 我们也没有要出口核电给人家 我们是买人家 我们是在花钱的啊 核电不算是自治人员啊 就不算是台湾的自备人员啊 那是完全是一个骗人 而且核电是最贵的啊 就是说他不只是最最不安全 最不卫生哦 就是最最肮脏的 因为核电已经 事实上没发生核灾啊 现在就已经在污染台湾的哦 那我想就是说 我这次回来 我觉得非常可怕 因为我们核一非常的老朽哦 或是核二 他们非常老朽不断放出 呃 非常多的低剂量辐射物质 而且台电不断的在燃烧低阶核废料 所以台湾到处哦 测到的那个辐射剂量哦 都非常非常高 尤其现在缺的季风哦 就是更强 所以整个台北盆地哦 这一次又比我在夏天回来的时候 测到的又高太多了哦 就说整个非常高 那浮岛核灾发生 我在日本都这个不敢吃 那个不敢吃 尽量买和鸣鼓 以及买关系地区的东西哦 那可是 我就想说回到台湾 哪可以放心的大词而已 对吗 就后来发现测 台湾到处很多地方 都比灾后的东京还要高哦 非常非常高 像我在 像我在这边 现在在这边测试0.12哦 0.12那个就是 他是那个维西佛啦 那测试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在东京价 也只能测到0.05 0.06哦 那在日本哦 除了在接近湖岛 或是被污染比较严重地区 你要测过超过0.1也不容易 那像我在我的家 家里 娘家就在复兴南路那边 他测到的是0.13 那我昨天在衡阳路演讲 衡阳路测到的是0.19哦 那像台大那边也是很严重 常常测到0.2 下雨以后会测到0.3 那下雨以后会测到比较高 就表示你空气里面是有辐射物质的 而且事实上就是说包括就是那个 林瑞珠小姐跟她的走调团 他们还用了原能会承认的机器 在全国各地公共场所测 就测到很多符合走 就像色134 137 这都是核电厂才会放出来 他没有办法 而且像色134 他的败衰期只有两年半哦 他不能再把这个帐 赖给是几十年前的核子四报 觉得那个就是台电 没有办法再这样乱烂 其实就是他们乱烧低阶和废药 那他们怎么样乱烧呢 台电说他们现在就去把那些都散掉 连原能会都说这是台湾之光 那我骂了他好几次 他就说 他说他们把100桶烧成一桶 他是全世界最会烧的 然后这很恐怖 蓝烧是最会扩散那个辐射物质的 那有常常去日本玩的人就知道 京都每年8月16号 他会在那个京都的山上 烧一个很大字哦 那叫送火 就是把那个就是安抚 那个就是那一年死去的森林哦 就是不管是人或是动物这样 烧一个大字 那那一年2011年那一年的 就是说四月 他们就说要送一些辅导的松木 送到那边去 送几根木材而已哦 送到那个京都去烧 京都从四月就一直搞反对运动 结果最后到8月16号就没有烧哦 就是因为燃烧是最会扩散辐射物质 所以他们觉得从灾区来的松木 是很有辐射物质 不让他烧 可是我们是拿那个低阶盒 会在那边乱烧 所以就已经很多次要求台电要公布 天委员也帮忙要求过 就要求他公布 燃烧前跟燃烧后贝克树 他是少了多少 那些都意识在空气里面 所以怎么台湾 就是说尤其就是像最近 就是台北市一个盆地嘛 那台大约前面有一个占除山 曾经跟那个徐光王教授 我们讨论为什么那个地方 会污染特别严重 就因为还有山 它吹燃烧地间河飞过来的 就会掉在那里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即使没有发生核灾 也都一直在污染 即使没有发生核灾 我们那个燃烧棒 已经不是我们的子孙能够处理了 它已经开始在 就是一直在独化整个台湾这个地区哦 那是不是时间太好 对 还有几分钟 对 因为想 讲出来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 所以我就很希望就是说 这件事情也一定要 就是我们当前就可以要求台电 它公布它的过滤器 因为要那个就是那个滤网 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哦 那日本他们用非常昂贵的滤网 他们发现只要是燃烧 也至少有六成以上 是会跑出来的 所以它其实在污染整个台湾到处哦 就是说都会 你会撤到很多就是 呃 什么样的核种 所以我就是都有哦 所以我就说 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核种的白货店了 你什么样都有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 像你那一株小姐 她就拿着原人会 有认证过的亲密机器去 四处去撤 可是撤出来结果 原人会又说 哎 你 那个不准 那是她认证的机器都不行哦 那我是觉得那个机器都还算蛮偏低的哦 因为那我拿进去 让她认证过 我觉得他们说拿进去 之前跟之后撤的结果 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哦 那不过算啦 就是偏低几层都无所谓啦 就像我这路这个撤 这也不是一个 这一个很粗糙的机器 那它是偏低了好几层 可是因为台电他们 就台湾 他们把房间造成的污染是好几倍 或几十倍 甚至像南宇有几千倍 或是很多地方 它可能会出现 就是污染是超标很多倍 所以只差一两层哦 像这个事实上是会偏低 那偏低倍说是偏低一两层 那偏低一两层就算是Savis 给政府的Savis 就说无所谓 就差偏低无所谓嘛 那其实它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哦 那你知道就是说 按理哦 就是说应该政府应该 就是说我们台湾 是有核电的国家 那根据最永合的组织 就是国际原子人总署嘛 那跟它最好关系的一个叫ICRP 国际防护协会 辐射防护协会哦 它是叫ICRP 那ICRP它就说 荣有核电的国家 它应该要谨守一年一毫西佛的这个基准 那一年一毫西佛哦 就是说应该要尽量让它没有 可是因为你拥有核电 你享有核电的利益跟便利哦 所以你要忍受这一年一毫西佛的基准 可是一年一毫西佛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一年一毫西佛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一年一毫西佛连ICRP这么永合的组织 它都承认它是会造成万分之一的致癌率 跟两万分之一的致癌死亡 就是死亡 因为核电而死亡的率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湾每一年 每一年两千万人 每一年有一千人 有两千人 它是因为我们用核电 核电会放出地基量的辐射物质 所以我们因为用核电 我们每年有两千人会致癌 然后有一千人一定会死亡 就是说至少有这样的人会死亡 那这还要这么有守住这个 就是一毫西佛的这个基础 可能事实上我们的政府 当然完全没有守住这个基础 到处都是超飘好几倍的状态 而且你知道这死亡的不是老人 因为辐射最伤害就是年轻人就是小孩 有一小孩子得到血癌 得到骨癌 其实都不是偶然的 那就是因为辐射造成的一些伤害 这一千人都是年轻人小孩 可是政府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想我们因为用核电 我们就要承受这个基础 而且政府更没有守住这个 一毫西佛基础 它非常多的地方都还在用 车肉比时代的五毫西佛的基础 那所以像譬如说我们的辐射食品的问题 辐射我们台湾辐射的食品的基础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它是370倍克 那370倍克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大家只要记住两个数字 一个就是一公斤一百倍克 就是以上就是低阶和费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年一毫西佛 那可是车肉比时代刚发生了 车肉比核灾刚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都还不知道 那个核电是这么恐怖 辐射这么恐怖 所以它那时候规定了 是五毫西佛的一个基础 那一直到2007年之后 才改成一毫西佛 可是台湾现在关于辐射 那个食品的基础 还是用370倍克 370倍克就是五毫西佛的基础 那如果就是说算是那个一毫西佛的基础 至少要把它改成一百倍克 你看一百倍克都是低阶和费量 所以就说他们现在就说 我们的那个卫福部 它根本没有配合修法 而且非常恐怖的是 在2012年的6月的时候 他们还要偷偷把370倍克 放宽成1000倍克 那放宽成600倍克 他说你看中国都是用1000倍克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 那我觉得非常可怕 他每次说要跟国际接轨 就是要跟中国接轨 那中国用的是这样一个宽松的基础 那是中国问题 台湾人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至少应该跟日本跟韩国 或是其他国家是一样 就改成至少改成一百倍克 然后我们在最后 他们虽然会有对辐射食品做了一些管制 他说福岛跟周边的五线市 他是不准进来 可是他没有做要求产地证明 或是也没有要求那个辐射济浪证明 像韩国或是中国 都会要求他这些证明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不设防的状态 那所以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常常趁不注意的时候 又去改了一下 那像上次他2012年6月 是他趁国会快要修费的时候 他就突然去改 然后说要是一个月内没人去抗议的话 就会通过 就会实施 那那也是内部有人把这个文件流出来 那我觉得就说后来经过所有的环团 还有包括田委员 很多卫委员的努力 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打下来 那所以就每一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去注意 就是说包括辐射食品这个问题 那我想现在其实辐射食品 我自己我觉得 当然日本非常严重 日本是很多东西 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轻 然后包括我觉得台湾的环境 的污染也非常严重 那就像那个林瑞珠小姐 他现在在提倡一个叫做美誉一策 就是用这种很简单 很简陋的东西无所谓 至少你不会 就说你发生火电发生事故 你会知道 就像贺博士也知道 很一场他曾经在1986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次的那个空服事件 他就是为了要拼运转绿 然后不休息 然后就转到后来就是 甚至根本完全失控的状态 然后曾经一度放出的那个辐射物质 是超过三米岛的 那可能很多人在那时候 自来也不知道 因为说人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像那个 在桃园龙潭的和言所 他也曾经发生过七次的轻爆 那所以这都非常非常可怕 你要是没有自己基本对辐射认识 是不知道 然后最后再还有一件事情 就核电是最贵的 很多人都说核电很便宜 核电是最贵的 日本的前首相小泉一把他就说 他被核电帮骗坏了 就他现在知道核电最贵 你看他现在单单那个燃料帮他送去 就一束都要 就是要一千万左右才能解决 而且那也没有解决 你要全部都再运回来也没有解决 也还没找到放的地方 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 要废乳要拆乳 都是原来要造的时候 的三倍价格 那台湾的这些 就剩下这个六个炉 我们三个核电厂六个炉 跟那些核废掉 大概将来都是几兆算不清楚的一个费用 这已经是台湾经济最大的不良债权了 那这这么可怕事实 没有人说 很多人还说 我们顾虑到经济 顾虑到什么发展 这完全是没有关系 就拼经济跟核电也完全没关系 它完全是现在是台湾经济最大的一个负担 而且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从历史上来说 你去看它用电压跟我们经济发展成 也完全没有关系 它就是过去在那个 长年的以前的威犬时代 合一合合合三 都是为了发展 合武顺便发展的一个东西 那虽然今天有合工博士 赫博士在场 可是我还是要说 就核电它是一个非常原始 非常野蛮的东西 它只是因为用的燃料 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剧毒的东西 所以它需要五层钢去把它包起来 它跟别的东西 就像少出一张说的时候 它的技术原理是很简单 就跟你在家里用一个水壶去烧水发热 一样的道理 它只是用的燃料 非常非常恐怖 是一个剧毒 然后扫外以后那个剧毒的东西 大家也都没办法处理 而且已经过了六十年了 就是合工的人也自己以为说 说不定过几年 就会发展出技术来给它解决 那现在网路上有传说一些可以解决 那东西也完全都不是能够实用化 其实合辐射是不灭的 就像最近 他们不是说湖岛没事了 把六号公路开通了 然后要打压要开走了 那现在报纸上就蹲了一大堆 他们去把拼命打扫很干净 说它可以开通可以开车了 那那个地方会通过现在不能管乡的 最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他把剧情打扫很干净 那你知道他打扫很干净 可是他们有一个那个monitor 就显示说它的就很像我们那个 它显示它现在是污染是多少程度 它是5.5 现在他拼命把它打扫干净 你就知道浮射不是你打扫干净 打扫的干净就会消失的东西 它还有5.5 你看像说它应该是要0.1以下的地方 它居然还5.5 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就是说5.5 它现在是超标几十倍的地方 它说现在叫做没事 车子开通浪也可以过去 那所以非常被整个状态还是非常激瘦 我想这不是人类社会可以解决 日本社会可以非常好解决 那我不相信 就我觉得日本社会做了非常多隐瞒 政府做了很多隐瞒 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我不相信在台湾发生的话 这件事情会获得更好的解决 所以我希望台湾不会发生 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我们把运气用完了 还在祈祷上天对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再赌下去了 它福岛合一场30公里圈内只有14万元 可是台湾的合一合二的30公里圈里面 是有650万元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逃到哪里去 我们没有路可以逃 所以不能回了 让台电继续用合电把台湾回了 谢谢 非常非常精彩